女皇谢幕 八月的洛阳秋高气爽 女皇和国老心情很好 两位老人先停信步 武则天却看似不经意地 问起了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宰相娄施德 这是一个脾气好的 被李昭德骂做相巴佬都不生气的人 敌人节不大看得起他 看不起也并非没有原因 据说娄施德的弟弟 曾经向哥哥请教围观之道 得到的建议竟然是 唾面自干 他的解释是 别人把口水吐到你脸上 你不生气自己去擦 就算有涵养吗 不 这只会更加惹怒对方 因此正确的做法是 擦都不擦 让风吹干 风总是会把什么都吹干的 如此没有骨头的人 也值得尊敬 敌人节不认为 所以当女皇问他 娄施德算不算闲人时 他的回答是 不知道 武则天 微微一笑 又问 那么 他有没有识别人才的 鉴赏力呢 敌人解答 臣也没有发现 女皇却说 朕知道国老 正是楼施德的推荐 敌人节这才知道 天外有天 女皇却要求敌人节 推荐人才 的确 之前连续不断的宫廷斗争 留下了大量空白 急需填补 能够担任宰相的 更是凤毛麟角 于是他说 国老 朕需要一条好汉 有吗 敌人节问 陛下 用来做什么 武则天答 出将入相 敌人节说 那就只有张景之 这个人虽然年纪大 却是真正的宰相之才 而且长期不被重用 一定感恩效力 武则天点点头 过了几天 又向敌人节要人 臣 已经推荐了张景之 武则天说 朕已经让他当洛州司马了 敌人节说 臣推荐的职位 是宰相 结果 张景之 终于败下 只不过 是在敌人节去世 整整四年之后 因此 敌人节的本意 并非要埋下地雷 尽管后来发动政变 逼女皇训位的主谋 确实是年过八十的张建之 惹出是非的 却是张一支 张昌宗兄弟 看完下夜的年表 就会明白 在五成四和敌人节等人 相继退场后 这两个陪女皇陛下 寻欢作乐的小伙伴 已经变成帝国的风暴中心 很难界定 围绕张氏兄弟的一系列事件 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斗争 但可以肯定 他俩的权势之大 和民愤之大 都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 少王李崇润 永泰郡主李先慧 和他的丈夫魏王五颜姬 只不过私下议论了一下 居然就死于非命 至于是女皇下令杖杀 还是他们的家长一杀 不祥 现在只知道 此事发生在敌人节去世后 整整一年 这件事在当时 应该震惊朝野 因为李崇润和李先慧 是太子李显的敌长子和敌女 女皇的敌孙和敌孙女 五颜姬则是魏王五成四的继承人 身为金枝玉叶 又是李唐和武周两个皇族的嫡传 却死得不明不白 怎不让人惊诧 朝廷却没有发布官方消息 正史也惠莫如身 反倒是太子李显 向王李诞和太平公主 在一年以后联名上书 奏请册封张昌宗为王 这就不是什么来俊臣可以比得了 后敌人节时代的女皇 也变得让人恐惧和不可捉摸 老太太难道要把皇位传给那两个小白脸吗 这种想法简直让人发疯 统一战线迅速形成 作为坚强后盾的是李唐和武周两个皇族 女皇将李显改名为吴显以后 又安排他们在明堂盟室 把两家人变成了一家子 现在为了共同的利益 当然要携起手来 只不过他们不便出面 冲在前面的是朝廷大臣 包括从周星刀下被救出的魏元忠 也包括后来成为名相的宋景 发起的攻击则有三波 结果却是失败 最后一次宋景甚至差一点 就定了张昌宗的死罪 却被武则天救回 更为严重的是 此时女皇生病 文武百官一律不见 身边只有张氏兄弟负责一切事务 谁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剑在弦上 只好逼宫 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张俭之等率左右羽林军将士五百多人 从玄武门入宫 不由分说 先一刀砍下张氏兄弟 美如莲花的脑袋 然后提着人头 去见女皇 女皇惊起 问 贪乱者是谁 答 张义之和张昌宗 现已奉太子之命斩杀 女皇这才发现 这伙人身后哆哆嗦嗦地 站着他那宝贝儿子李显 于是用鄙夷的口气说 你 回东宫去吧 政变者之一却说 太子还回得去吗 女皇转身问另一个 你是朕一手提拔 为什么来 答 正是为了回报陛下的大恩大德 女皇不再说话 两天后 当了十四年四个月皇帝的她 下诏传位给太子李显 李显即大周皇帝位 称母亲为择天大圣皇帝 二月四日 新皇帝宣布 恢复大唐国号 这就必须对历史有一个交代 武则天的深谋远虑 也显现出来 实际上 当年他在建储问题上 犹豫不决 恐怕就是纠结于一个 别人想不到的问题 对五州革命的评价 评价当然只能由后人给出 因此 谁是后人 变成了关键 五成四或五三司 固然不会诽谤本朝 守不守得住江山 却大可怀疑 一旦失守 五州立马就会变成伪政权 这个风险 可冒不起 相反 如果将皇位交还给李显或李诞 革命显然无异于失败 自己和五州 却不会被看成王莽和他的新朝 亲儿子总不好意思把母亲骂作逆贼 更何况 皇位还是从五州皇帝那里接过来的 五州是伪政权 他们起飞也是伪皇帝 两害相权 取其轻 武则天选择了退一步 海阔天空 李显 没有让母亲失望 张简之他们也没有 官方发布的正式文告 把责任推到了徐靖夜和陈务廷身上 认定女皇称帝是临危受命 此刻逊位则是开启未来 也就是说 五州的革命和礼堂的复辟 都是奉天成运 也都合理合法 女皇放心了 尽管由于政治和男人都玩不成 她迅速地衰老下来 却还是活了不短的时间 并接受新皇帝十天一次的探望 直到这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训位的则天大圣皇帝 才在豪华体面的软禁中 孤独地死去 享年八十一岁 武则天的陵墓前 树立着一尊无自卑 卑身由一块完整的巨石雕城 刻着痴和龙 却没有字 也许 女皇帝的一生 连她自己也说不清 也许 她有意在身后留下一片空白 任由褒贬 随人评说 当然 也许她根本就不在乎 别人说些什么 风 确实是会把很多东西吹干的 包括鲜血 不过临终前 她还是留下了遗言 赦免王皇后和萧淑妃等情敌 楚岁良和韩怨等政敌 自己去地号 称皇后 葬于乾陵 回到丈夫高宗身边 仍然去做李家的媳妇 半个多世纪以前 守着清灯古佛的小尼姑五妹娘 曾在赶叶寺中 给热恋中的李志 写过一首情诗 看诸成帝 思纷纷 憔悴之离 魏义君 不信笔来 尝下泪 开香宴曲 石柳群 以后那漫长的岁月 不知有多少人 败倒或败倒在她这石榴裙下 直到她换上帝王的滚眠 也依然魅力无穷 让人敬畏 让人臣服 让人痴迷 事实上 正是这位女皇帝 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层次和色彩 让男性中心的世界 不那么单调和乏味 也让后人在解读历史时 多了一个选择 和视角 现在 她又要换上石榴裙了 因为她无法对抗 强大的文化传统 这个一生要强的女子 不得不离开男人的世界 回到女人的天地 武则天终究未能把革命 尽行到底 但 这并不是她的错 但是她是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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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